嗨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教各位做個人的點歌本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這本是我之前唱歌的點歌本 因為已經用了好幾年了 然後資料亂七八糟的 我想要把它整理起來 可是又懶得用手寫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可以用電腦做成一個個人的點歌本 我先把這個成品給大家看一下 做出來的樣子也是這樣子 這都是用電腦去做的 然後還有用刀子去切的 做出來的歌本就會變這樣很漂亮 它字都很整齊 然後還可以照字數去排列 每一頁都是固定的 像這個四個字五個字三個字 都排在一起 這樣看起來就很整齊 好 再來這個部分就是電腦的部分 電腦的部分我們先把 舊的點歌本輸入到 這個Excel檔裡面 我把Excel檔打開 這是那個Excel檔 你們打好的這一個歌名跟 歌曲號碼打好之後 打好之後 打好之後 在這一個位置打 C1的位置打 等於L1N A1 這個地方就是它一個 程式的那個函數 打完這個的話 你們用 再按 按那個資料 然後排序 因為我已經打好 它這邊會 沒有辦法選 你們打 打好之後會 排序 然後把這個 A跟B的範圍把它框起來 框起來 然後再按排序 然後選C 選那個C1這樣子 欄位選C1 這個部分 我是參考一個網站 這一個網站去 去做的 它也是打 等於L1N 括號A1 然後打好之後 按排序 然後就會 就會按照 至少的 就會排在前面 這個網站 我會放在 資訊欄裡面 你們可以點來參考 按著它這個步驟 去做就可以了 好 那東西 東西做好之後 就可以 把它複製到 記事本裡面 好 記事本 你們記得 因為 我的小本的那個 記事本 它是 十個十個一組 你們記得 要分 分好十個十個一組 這樣 好 分好了之後 你們再用那個LINE LINE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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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LINE打開 你們可以利用它 這個截圖的功能 你看喔 這個下面有一個 截取畫面把它點一下 你把這個東西框起來 然後按打勾 然後再按鍵盤Enter 這個圖就把它截起來 你再把這個東西 另存新檔 存到你的資料夾裡面 像我都是存在這個K歌本裡面 這我這樣一個一個把它拍起來 一個一個拍起來在這邊 拍好之後 我有做一個模板 就是我把這一個 K歌本的 的這一個 記事本的樣子 用 掃描器把它掃到電腦裡 或是你用手機拍一拍把它 電到電腦裡面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記事本的模板 然後我們去 然後我們去 這一個東西 我們剛剛截圖的這個 讓它去背 去背 讓它白色的部分把它弄掉 然後把它 用在模板上面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這一個是 Portocab 6 之前我有影片有專門在講這個 你們也可以 看我之前的舊影片 那就是把 先把那個模板載進來 檔案然後載入影像 然後再把已經去背的圖片 把它放進來 把它放進來 這樣排 把它放進來就可以排 把它排在格子裡面就好 阿這個 這個框框有九個點 就把它拉大 這樣就可以排上去 然後右邊的話也是把 再叫那個照片 這樣第二個 去背的圖片它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底部會有黑白 黑白的格子在後面 然後你把它OK 它拉進來 阿這樣的方法去把 把割本做起來 做好之後再按 再去列印 阿列印的話 你再用印表機它可以排版 我把做好的 在這邊 我們把做好的給大家看 做好的在這邊 做好的在這邊 然後你一次 開四個 四個把它打開 然後按列印 它有一個列印 它有一個列印 然後再按列印 然後這邊有沒有 這一個 Find Point 它是 可以節省你紙張 你把它選 選成 四開 這樣子就 你的那個 歌單 用這個印就印好 印完之後 你們再用那個美工刀 有沒有 從中間切一刀 然後橫的再切一刀 這樣子就分成四塊 然後四塊的話 再用定書機吧 定起來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 歌本 整理成一個 小歌本 那我的歌本 中間這個內容 已經弄好了之後 那外面的那個皮有沒有 你們去挑 找那個過期的月曆 它上面有很多風景圖 把它剪下來 剪的跟這個 剪的跟這四分之一大小差不多 然後 一樣跟這個 把它疊起來 然後用那個定書機把它 定上去 然後這個歌本 就做好了 大概是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 請到右下角 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